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这座寓所就是其中见证 让我们一窥当代哲学 拒迫方东美的思想宇宙 方东美教授算是对于台湾大学 哲学系的主要的一个创始人 而且对台湾的哲学方面的一个思想 以及影响非常大 方东美在哲学文化的或教育上 它的成就是蛮多的 但最重要当然是 它希望建构未来的世界哲学 那这一部分的哲学蓝图 其实跟它在台大教的人生哲学最有关系 方东美民国前13年 1899年出生于安徽同城 世代书香 三岁集读诗经 儒学鼎韵深厚 18岁时考入精灵大学 后深入文科哲学系 在校期间 曾参与南京的五四运动 也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重要的成员之一 22岁时赴美至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哲学 两年后获硕士学位 热衷于研究西方哲学家 黑格尔的维心论 归国后 仍在哲学的世界里专心致志 黄东美的教授的故居 我们是在那个孤岭街的六十项 四号跟六号 四号是那个黄东美教授的故居 六号是那个刘南敏教授的故居 应该是当初呢 日志时代的帝国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群 方东美被誉为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者 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礼的同城派 创始人方鲍的第十六世祖孙 方东美一生不仅弘扬中华文化 也将西方文化融会贯通 晚年他建立心儒学体系 被推崇为心儒学的哲学起源 在国际间也享有盛名 因为现在台湾大学是当时 日本在统治时期 在台湾设立的一个大学 在当时就设立了很多 给这些教授或是这些行政人员 住宿的地方 他们就在这里盖了很多日式的宿舍 来作为这些教授跟行政人员的 住宿的空间 这个地点的因素是这样子的来 方东美寓所 新建于1929年 日治中期隶属于台北市古亭村 定名改正后隶属于佐久坚丁 而佐久坚丁临近台北城 而此地区建筑成为政府机关 及所属官社之用 战后台北都市计划发展迅速 道路不断拓宽并增设许多新规划 日治时期的地貌逐渐改变 但此地区内仍保存大量的日式宿舍群 除了住宿之外 亦有保留许多工部门及医疗设施 因而形成区域特色 1947年 方东美赴台湾奖学后移居台湾 次年受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庄长工聘请 开始执教于台大哲学系 入住于古岭街的台大宿舍群中 因为他提供住宿的 是比较属于像高层的人去住宿的 所以他有独立的建筑 有自己的庭园 还有前后院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看出 当时对于这种比较高级的 不管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待遇 这个建筑 我第一次来的是陪方老师 搭普大校车到西门厅下车 那是我第一次进来 那当然就开始聊天 聊很多东西 那一直聊到两三点 两点多 他帮师母才出来说 赶快来吃饭 赶快来吃饭 我就在那边吃 那是我第一个印象 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就看 哇这个房子还不错 方东美执教编于五十年 门生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 讲故总统金国先生 以及晋空法师 都曾向他请义 逃离满天下 其思想不仅在哲学方面贡献胜据 在智学态度上 也深深影响他的学生们 我曾经听过那个 那个丹权丹教授 他讲过 他说他以前 他年轻的时候去台大 上课 主要是唱荒东美教授的课 他说那个教室里面 大概只能坐五十几个人的教室 就会集满了两百五十个人 他是爬在窗户上面 手拉着那个窗框 这样在听课 所以当初你看 所以就知道说 那个荒东美教授 他在人生准学的部分 跟博学 他就是一个占有很大的重要地位 第一次听方荒东美演讲 是在根新文教院 他公开的演讲 他很少公开演讲 在福人大学上课那一天 我真的很压抑 那个讲台很大 全部摆了录音机 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 我第一次看到 还有上课要录音的 第二个印象比较压抑 他也说怎么来上课有一些年纪好大的 后来才知道 除了哲学系的学生研究生以外 有很多是大学的老师在上课 已经在大学教书的人在那边旁听了 更意外的是 我是自己从老远跑去旁听 对不对 但是跟我旁听的 居然还有比我更远的 因为每一个学生 接触老师的年龄都不同 大概啦 一般他们年长学生的讲法是 望之俨然 及之也温 这看起来很严肃 可是你跟他一接触 就觉得很温和 他们夫妻买书 方先生都叫做做坏事 以前那个年代都是讲西装料 然后再定做 结果 他从外面回来 就爆了好像是西装料 就溜回他的书房 闷不作声 但是又好像很高兴 方师母就说 那西装料拿过来 我们去做 结果他不开门 因为这种日式的门 他就把它拉住 不让它开 方师母就觉得说 你再不开的话 不过方师母已经料到 可能是要去买书了 所以方师母就说 你再不开我就不理你了 那一开 果然是买了一大堆书 方东美在台湾大学 执教25年 退休后 应夫人大学之请 担任讲座两年 任职期间 胡感身体不适 隔年病情加重 与医师讨论后 决定请辞在家休养 比较印象深刻 是最后一次 那一天我跟傅佩庸来这边 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生病的后期 突然间病情状况 加剧 那时候就打 就叫119 那我跟傅佩庸就上救护车 就直接送到尤正医院去 那是最后一次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 就没有人住了 其实房子都一样 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 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远而来 因为当初我们建设公司 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 那后来我想在干的过程中 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 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 那房子几乎全部倒塌 变成一堆木头在上面 打草重生 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 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是台大的 其实我本来 其实我不认识方多美教授 他讲到说方多美教授 他是台大很有名的 那个哲学系教授 而且是研究《法严经》 很深入 我觉得一个方多美教授 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 败坏在这边没有修复 就因为这样子 才有这样的起因 我来修复人 房多美教授的故具 首先就必须要去 把他整个构建做一个厘清 甚至去重新绘制图面 去做修复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建材本身 我们都尽量沿用 能够留用的我们就留用 像一些瓦片等等 这个木料如果说他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 我们就尽量原用 那如果说真的坏掉了 或是要抽换的 或是要检修的 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当然包含了他的原貌怎么去让他尽量回到他当时原来的状况 所以他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 每一根构建 每一根这个墙体 每一根这个瓦片 就都是重新 都有重新检视过 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 但是他的软体的部分 也就是他的历史部分 你不可能去改变他的 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他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既然它是一个日式的房子 我们希望说能修旧如旧 那因为当初主要是都是教授们住的或校长住的 所以庭延景观上 他们比较没有做得像很重要的观色 所以后来我们再加强 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空地 我们做了一个枯山水 还有做了一个薰智池 就比较再更符合那个日式房子 跟他的那个庭延景观 我想这个是很值得 把它保存下来 让下一代的人可以欣赏跟使用 方东美于1977年逝世 在家属 亲友和各界代表 谈着泪水的爱念中 于金门到罗湾举行简单隆重的海葬 当时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也亲临现场 向这一位逃离满天下的学者 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敬仰 方东美的夫人在她过世后 捐赠了方东美在世时的长书 并继续居住在宿舍群中 直到1911年过世 两人和寓所近半世纪的生活故事 也画下句点 那我想这个房子我是希望说 因为它是方东美教授的故居 因为它是谈人生哲学 谈哲学还有佛学的部分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将来我如果修物还成 我也是希望说 能有老师可以来这边 讲人生哲学还有讲经 方东美寓所结合台湾 及国际艺术家 为银器工艺陶瓷精工方面的创作者 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也会不定期举办导览 查译课程等等 透过交流活若地区的串联性 并结合古顶街六号餐饮空间的应用 保留当时环境 氛围及重要的都市纹理 我想你们也访问过郭董 那他其实这一栋建筑物最主要是 郭董当时花了很多心力跟精神 把它留下来 我想如果说以后不是只是来看老房子 而是说曾经有日本人在住过 而且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那边住过 那他的生活的模式 他的论述 他的研究 他的这个思想 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扬 这一段话是很有名的 因为这是在世界哲学家会议 受访的时候讲的话 他说我的家学渊源是独家哲学 受的思想方法训练是西方哲学 忠心欣赏的生命情调 是道家哲学 想往心移的是大圣佛学 其实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他的人生生活形式 因为个人喜欢历史建物也喜欢 那我觉得做修物这样是蛮有意义的 把这些建筑物把它保存下来 那我们再利用 让更多人来享用 让下一代的 你都还可以来了解这个历史建物这样子 他认为念哲学第一步 就是第一堂课应该是去搭飞机 方东美是觉得很多华言经所描绘的世界 很多在飞机上会好像有个相应的感觉 但是最重要还是整体的问题 你俯视俯瞰世界是整体的 要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整个世界 1972年 在方东美告别信坛的烛光喜别晚会上 他留下了一句话 这位在心情耕耘五十年的伟大学者与教师 将他的精神传承给无数后生 得以绵延不绝 明天 和声 不及格 都因为